大家好 我是胡铭心 那这节课的话呢 我们将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将购里面的数据库同步的一些相关的命令啊 数据库同步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在前面的操作当中呢 都其实有接触到数据库同步 对吧 我们使用了两个命令啊 一个是麦克 麦克雷形式 还有一个是麦克雷 麦克雷形式的话呢 他是去生成数据库的一个脚本 麦克雷特呢 他达到了一个数据库同步啊 就是把这个发送到数据库去执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那这节课我们来系统的去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库同步 那在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库同步的时候 我们要去认识一些东西啊 第一个呢 就是APP下面的那个目录啊 目录 这个目录呢 叫麦克雷形式啊 麦克雷形式 这个目录的话 好打开看一看 好就是我们每一个APP下面哈 就你通过比如说startAPP的秘密 去创建了这个APP 那这个APP下面就会有一个migration的这样的一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的话呢 它是专门用来用来存放我们数据库同步脚本的一个目录 OK所以我们在去执行 麦克雷形式的这样的命令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会在这下面去生成相应的脚本 对吧 生成相应的脚本 好当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个脚本去打开 打开 但这些脚本的话呢 打开之后啊 你看不明白的时候 不要去改它 不要去改它 因为这个它是托管轨将过自动去管理的 好自动去管理的 好这个目录的话 好这个目录的话呢 如果是你们有遇到数据库不成功 好同步 比如说执行到migration的这个命令之后 你你如果是发现没有生成数据库脚本 那你就要去检查 第一 你的APP下面有没有这个目录 如果是有这个目录 还是没有生成成功 那你就要检查一下 这个APP目录下面 它有没有这个init的这个模块 就是iit的这个模块 好 因为有了这个模块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目录才被称之为什么呢 package 对吧 就是包 就是包 它必须要是一个包 然后它才能够在这个目录下面去生成相应的数据库脚本 所以你如果是没有这个文件 没有这个文件 你去同步了之后 它是不行的 它是不行的 所以要确定 第一要有这个目录 第二这个目录下面要有这个文件 好 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了解的 第二个需要了解的呢 就是一张数据表 这张表的话呢 是将过下化线migration 那这个将过migration的表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些数据 对吧 有这样的一些数据 看到没有 好 这个这张表它的一个作用是干嘛呢 作用是干嘛呢 它是来记录我们数据库脚本使用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migration的 这个migration目录下面生成的这些数据库脚本 它的一个使用情况 它的一个使用记录 是记录在这张表里面的 好 所以你会看到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执行到hello 好 在上次课程当中 我们通过migration migration的命令去执行了 对不对 好 去执行了 所以这个hello 它当前的 好 这个hello的这个app 他的当前的脚本名字 当前执行到的这个脚本名字 是这个名字 对不对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恰好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脚本的文件名 看到没有 OK 当然它不带后缀 不带后缀 数据库里面 它是没有存后缀的 好 以及你的这个最新的脚本 执行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执行的 好 所以它会记录下来 好 记录下来 OK 好 这是这张表 好 这张表里面呢 三个自断信息 好 除开那个id组件之外呢 有一个app的名字 有一个脚本文件的名字 好 还有呢 是一个脚本执行的时间 好 脚本执行的时间 OK 好 一个目录 一个表认识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和数据库相关的一些命令 好 这个命令的话 我们在之前讲那个 Jungle Admin的命令行工具的时候 有给大家提到 但是没有给大家系统的去讲 那我在这个地方 再把这几个常用的命令 去给大家补充讲一讲 好 那这个 Flash 好 Flash呢 就是起清空数据库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把数据库 恢复到数据库 最初的一个状态 好 什么意思 好 比如说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 我在这个数据库 我在这个地方好 上一节课的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是有 是有添加一个publish 对吧 添加了一个出版社的信息 好 还有呢 还有去添加了我们的这个用户 好 这个用户是通过那个cret super user的命令 去创建的 对不对 好 有这两条信息 OK 那我现在去执行一下这个flash的命令 然后flash的命令 那这个flash的命令的话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manager.py去执行 好 我这地方就用直接用工具里面 去执行manager.py的任务 好 我们就没有去那个命令 窗口 到时窗口去执行了 好 这样方便一点 OK 好 我们可以去调用一下flash 好 与之flash 与flash所对应的 有一个sicflash 好 sicflash 那这个是查看生成轻功数据库脚本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好 我们这两个命令一起来看 比如说我先看一下sicflash 好 sicflash的话 你就会看到 好 你就会看到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 数据库清空的这个命令 清空的这个命令 它执行的是一个tricate tricate的一个sicflash语句去清除我们的表里面的数据 对吧 表里面的数据 OK 好 这个tricate的这个 注意一下 tricate它是不记录日志的 它是不记录日志的 所以这个命令 flash的这个命令 它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命令 就是在开发环境里面 你用这个命令 无所谓 但是你如果是生产环境 你去用这个的话 那非常危险 好 我们现在来去清空一下 我们刚才的那个数据库 它问我是否要继续 yes 好 我清空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数据库 OK 首先我的那个用户 对吧 我创建的通过creator superuser的创建的用户 没有了 我们添加的publish 出版社 信息也没有了 对吧 它给我恢复到最初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些表 好 什么content type 好 这个migration 好 好 这些依然是有的 好 这些依然是有的 因为这两个表 这些表 那是它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数据 对吧 系统一个数据 所以你会看到它flash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是先用这个trackhead 去把数据清除了之后 然后再insert了相应的一些初始化的数据进去 就是插入了一些初始化的数据进去 好 这是这个命令 好 然后这个migration呢 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命令 然后还有一个是migrate 好 这个是负责去生成数据库同步的脚本 好 这个是负责了同步数据库 这两个命令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好 这地方的不细讲 好 但是呢 你们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在执行make和migrate的这两个命令的时候 我们呢 一般敲完了之后是直接回车 对吧 直接回车 那直接回车的话呢 他其实会把你整个项目的所有的APP都要去执行一下生成脚本的命令 那你也可以在这后面去写上APP的名字 比如像我这样去写上APP的名字 那他就会 那他就只会去 他就只会去 生成了你这个APP的名字 对不对 生成这个APP的数据库的脚本 好 所以你可以带这个APP 同样migrate也是一样 这个migrate 你如果是不带的话呢 就是所有APP都执行数据库同步 你如果是带上APP的名字呢 他只执行mo 一个APP的数据库同步 OK 好 所以你会看到我刚才make migrating执行完了之后 在这下面 他其实有给我们生成一个新的脚本 对吧 新的脚本 但是这个新的脚本 我还没有migrate去执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记录的最新执行的这个migrate 还是原来的001 对吧 当然你们可以用 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你执行migrate之后 然后让这个脚本执行成功之后 你再去看一下这个migrating的这张表 这个地方的最新执行的这个脚本的名字 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OK 好 这是这个命令 好 这是这个命令 好 与之对应的 与之对应的呢 有一个修migrations 还有一个是 SQL migrator 这两个命令的话呢 好 是为了方便我们 在做同步的时候 特别是你如果是同步 数据库同步出错的时候 你要去分析一下他生成的这个sql脚本是否是正确的 你可以通过这些命令去看 好 比如说修migrations 好 修migrations 好 修migrations 他下面有一个要求是app 内部 然后我们先不管了 好 app 那如果是先没有给app的内部子的话 你会看到他会把整个的这个migration生成的脚本全部给你显示出来 好 我们这个项目用到的app有好几个对吧 admin 好 这些都是系统自动给我们导入的app 我们先不管他 那hello 对吧 hello的这个app 那你会看到我的这个0001 对吧 我们第一次生成的 然后0002是我们刚才去生成的 那前面有一个插号 插号就表示这个呢 已经被执行了 好 没有打插号的说明你的这个脚本还没有被执行到 看到没有 好 没有被执行到 所以非常明确的 就能够看到哪些脚本有执行 哪些脚本没有执行 非常方便帮你去分析 好 还有一个呢 是seq migrate 好 seq migrate的话呢 是可以去看到 我们migrate要去生成的 命令 生成命令 好 这个地方 好 是有一点 好 使用上有一点问题 他是要求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 好注意 看没有 requid 必须要有app 必须要有migrating name 好 比如说我要去看hello的这个app下面的 好 这个 好 我要去看hello的这个app下面的这个脚本 他所产生的seq 是什么样的seq 你可以这样子去看 所以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我刚才去执行了之后 我去查看hello的这个001的这个脚本 0001的这个脚本 他所生成的seq是哪些seq 最后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脚本 他其实生成的seq 后语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啊 先是去创建了表 credit table 好 credit table 好 然后紧接着去更新了一些 这个 主外键的关系 对吧 好 去添加了一些外键 添加一些外键 而且的话呢 你还会看到 那他其实在帮你去创建外键的时候 还帮你创建了索引 看到没有 credit index 好 就是说其实这个jango的这个框架啊 ORM的这一套机制 他有帮你去把一些常见的seq优化的地方 帮你考虑到啊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外键是需要去创建索引的啊 这样能够去加快查询的速度啊 所以他在创建 过程当中所生成的这个seq 他也会帮你去创建索引 帮你去生成这个索引 OK 好 这是这个命令 这几个命令大家可以去熟悉一下 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去生成数据库同步和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些命令 OK 好 然后最后一个我想再提一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终极大招 这个所谓的一个终极大招的话 并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数据库同步误操作 什么叫误操作 就是你生成的数据库的脚本啊 和你的那个Jungle Migration这张表里面的纪录不同步的时候啊 或者是因为你各种原因可能有可能去改了他的数据库脚本 生成的那个脚本里面的内容啊 就是去改了这里面的内容 你到最后就是你的这个项目他执行不了了 你去执行数据库同步的时候他就会做错 那如果是遇到这种问题 你又找半天找不到方法的时候啊 如果是在开发的环境下啊 注意哈 注意是开发的环境下 你可以直接去把啊 就是他生成的数据库脚本啊 给他删了 就是去把那个Migration 就是去把Migration 目录下面除了这个init.py 这个文件之外哈 其他的脚本就全部给他删了 然后再把数据库删掉之后去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删掉好注意是把整个数据库删掉 把它删掉之后再重新去创建一个新的 好然后再去执行一下这个数据库同步 好就是你把这些脚本和数据库都删掉之后 再去重新的重同步 就是从从头开始啊 从头开始啊 很多时候啊 之前有很多学生遇到这个问题啊 很多问题 你如果是在开发环境下面啊 你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啊 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在生产环境下面啊 也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 生产环境下面遇到这种问题 你就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做啊 生产环境下面遇到 你就要去挨个分析它出错的原因啊 然后去把问题的原因找到之后呢 去单个的去解决问题的原因 OK 好那这一节课的话 内容呢就先到这里啊 大家下来之后自己去多多念一下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